自俄罗斯卫星网6月18日报道 电影或游戏中 但是世界各地依然存在一些神秘的军事基地 下面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五大最神秘的军事基地盘点 所有资料都来源于公开报道 首先是美国的51区 这是很多争议都耳熟能详的秘密基地 实际上这是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 但通常被称作51区 这也是世界各地依谋论中最著名的军事基地 传输该基地隐藏着外星人或飞碟的机密 还有各种神奇的黑科技 根据公开信息 51区实际上是美国军用飞机的测试场所 U-2侦察机 F-271侦察机 和F-117隐形战机 都曾在此试飞 排名第二的是关塔纳摩海军基地 这是美国在古巴的一小宽领地 这里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关押的所谓的反恐战争 被抓获武装罢字的监狱 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法库星记录 美国方面一直对该基地会莫如深 该基地拥有大约一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 最多可以容纳超过50艘军舰 像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排名第三的是海南岛的榆林潜艇基地 这是解放军和潜艇的重要基地 最多可以容纳20艘核潜艇 包括最新型的093B型攻击和潜 挺核094型战略和潜艇 如果爆发核战争的话 该基地的战略和潜艇 将是向南部海域 发射前射洲际导弹 对前载对手发动和打击 第四名是美国的下岸山军事基地 这是全球防御最严密的地下攻势 位于美国腹地的地下深处 在几百米厚的花岗岩之下 有着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部 能够抵御大规模和打击 内部甚至有复杂的巨型弹簧系统 能够使其免受地震和核爆炸的影响 如果爆发核战争的话 这里将是美国最安全的场所 排名第五的是挪威奥拉夫斯文海军基地 在冷战期间 这是苏联百般侦查 却无可奈何的神秘基地 美国大批核潜艇在该基地驻守 在北冰洋的寒冷海水 中和苏联核潜艇进行猫术游戏 该基地由专门的通道通向身体内部 洞穴中有着大型干船物 隧道 燃料库 武器库等完善的军事设施 就连无孔不入的苏联间谍微星 都无法发现蛛丝马迹 然而让人感到讽刺的是 冷战结束后 美军和潜艇撤出了该基地 随后由俄罗斯将其租友